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SAW老师 今天呢 老师给大家演唱一首 那英老师的《墨》 这首歌曲呢 是非常伤感的 老师呢 每次唱完这首歌曲呢 都会流眼泪 他的旋律和歌词呢 确实很感人 也很悲伤 所以呢 老师今天教大家 如何唱好这种悲伤的歌曲 首先呢 第一步要注意的是 情感的把握和情感的投入 仿佛呢 这首歌曲像是在唱 自己的一段经历一样 然后呢 要注意到副歌部分的爆发感 以及呢 真假音的转换 下面呢 在唱歌之前呢 老师呢 教大家一个准备的 唱歌前准备的小技巧 就是在唱歌前 把嗓子里的年谈呢 呃 吃完饭后 这个嘴里的饭栗子啊 菜叶子啊 都要清理好 这点呢 非常非常的关键 也非常的重要啊 好了 现在开始 嗯 呃 请老师的助理 放一下伴照 OK 咳嗽 把这画成一条固执的雨 你这样流肚子又到底 你少时候前惩罚过的事 沉默地沉默在深海里 重温几次 结局还是失去 我被爱中把重生搁击 不回事 不放松 冰箱划破碗的月 心间填不满的月 是你 为爱中把重生过境 撑不破 逃不过 没得解不开的结 心中填不成本的结 是你 去 简直是完美 最后一段呢 阿斯逊里同学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唱法 老师告诉你们 就是要强烈地表达出自己心爱的另一半 所离去带来的悲痛 你少时候前惩罚过的事 沉默地沉默在深海里 沉默地沉默地沉默地沖开 雨 沉默地沉默地沖地河沧山 最后 云南 默地河沧山 旅河沱沦山 北面河沧山 冰箱划不完的缘 青天天不满的缘是你 为孩儿冲怕冲伤孤独起 折磨不破 折磨过 每道解不开的假日 虽然天不满的缘是你 死去 死去你 东西们感受到了吗 我说不上不上了 他也怎么看呀 他也怎么也不上这个 滚了滚了滚了 都不下了滚了ê